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iven the sum to infinity of the odd terms is 27 over 4 什么意思呢 首先呢 你需要一个一个的去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就 sum to infinity 我相信你们都了解 它就是叫s infinity咯 对不对 至于这个 odd terms类似什么意思 就是在讲t1 t3 t5 t7 这些term呢 它都是单数的1357嘛 就是说把这些t1 t3 t5 t7呢 全部加起来呢 会是27 b4 但是你要了解哦 它是sum to infinity 就是说第一期之后呢 还会有第9 第11 第13等等的 有很多很多的号码 全部加起来是27 b4 这样另一方面呢 你有sum to infinity of the even terms is 904 也是在讲s infinity 只不过这次是给even terms 所以你看到这个even terms 是在讲着这个t2 t4 t6 t8 t10 t12 因为你还有很多很多那个even terms在后面 所以它是要表达全部加起来是sum to infinity 那你现在要找什么呢 find the first term and the common ratio 就是你要找a 你要找r 这样子找 这个东西呢 你需要一样样来 你先处理这个ort term先 这样处理呢 你把那个红色的写下来t1 t3 t5 t7 点点点 那我写点点点 就是说 现在我们要把这些全部号码加起来 它的答案就是27 b4 所以每次你要找sum to infinity 一定要想到它formula嘛 formula是什么 还有印象吗 formula是a除1-r嘛 是不是 那你一定要有什么 你一定要有a 你一定有r 有了这两个东西 你才可以写sum to infinity嘛 所以要这样子做 你先把你的a写下来 你的r写下来 所以根据这里呢 你的a是什么 你的first term就是t1嘛 也就是a咯 然后你的那个common ratio是什么 你要找common ratio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是多少 t3呢 是ar square te呢 就是a嘛 是不是 所以你要找common ratio 就是要用ar square over a咯 所以我可以写ar square除以a 你的common ratio 其实是r square来的 所以要很小心 这样你有了a 有了r 就可以关系到那个sum to infinity 要吗 所以方法是什么 你只需要把它给你的资料翻译成数学符号 sum to infinity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左边右边带下去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是把你的formula写下来 sum to infinity 刚刚讲了 是a除1-r 右边是27分4 但是要搞清楚 你的a是什么 目前你的a就是a咯 所以我们照写a 目前你的r是什么 你的r是r square 这个题目呢 是特地设定成这样子 就要看你们到底明不明白这个concept 所以你要了解你的r 就是r square来的 1-r square等于27分4 了解吗 不要觉得奇怪啊 这个是formula来的 ok 这个是填了之后 这个是填了之后 可以吗 所以之后我们可以做mock 不要紧 这个你就放成这个叫做第一号的equation 这样我们要进二号 你有两个unown嘛 你一定要有第二个equation的 所以我们就要处理那个event terms咯 event terms是总共是9%嘛 你先像刚才列出来先 就是t2t4t6t8等等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把你的a写下来 还有把你的r写下来 那对于这一set的a是多少呢 你就问自己咯 T2是什么 t2就是a power rt4是什么呢 a r power 3 对不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的a就是叫a r 然后我们的r呢 就是这个a r power 3除以a r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个a跟a呢可以越减掉 然后r跟那个power 3可以越减掉变成r2 ok so目前你的a跟r已经有了嘛 你就可以把它给你的资料写下来 它给你s infinity等于94 你就抄来这里 之后呢 你就像刚才这样子 左边右边带下去 你可以先把它的formular写下来 a除1-r等于94 明白 跟刚才一样 那之后呢要小心 问自己a是多少 a就是ar 我们的r是什么 r就是r² 所以要把ar跟r²填进来 会得到ar over 1-r²等于94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equation 这样你有1号有2号怎样子做呢 很多人他们会选择用substitution 但是呢 我不是很喜欢用substitution 对于这种区别 你可以这么写 1号除2号 怎样讲除呢 左边除左边 右边除右边 a over 1-r² 就是这个 除以这个 ar over 1-r² 可以吗 这个除这个等于多少 27% 乎于那个9% 那么要这样子处理这个东西呢 其实不会难的 如果你们看到这个有四排 1234嘛 这个第二排跟第四排是一样的 你可以越减掉 我相信你们该了解为什么 ok 所以你剩下就是这个a over ar 可以吗 当然你要一步一步做也可以 只是这里告诉你第二排跟第四排是可以删掉的 那右手边呢 你可以按你的calculator 27% 除以那个9% 你会得到3哦 所以你就写等于3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a跟a可以越减掉 对吗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e over ar等于3 那你要找r 怎么样子呢 很简单对不对 1%等于r r等于1% 这样你找到了r 你要找a怎么办呢 你可以随意用 比如说你要用第一个equation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from1 ok from1 from1是什么呢 你就把你的1%填入里面哦 就是填入这里 a除一减一百三square 等于多少 27百4 对吗 那之后呢 你可以按你的计算机咯 这个部分一减那个一百三square的 你会得到八百九 so a除八百九等于27百4 之后呢 我们就按计算机咯 27百4乘八百9 因为除码搬过去就是乘 所以我可以按27百4 然后乘暗色 乘刚才的答案 所以答案是6 总结a4 6 r4 1百3 so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到你们啦 如果有疑问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想要了解第五题的可以看下一个影片 好 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有帮助 给个like 还有share出去给朋友 让他们知道 还有别忘了subscribe我的频道 以便可以得到最新的视频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 或是有什么课题想要我为你们讨论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你们 帮助你们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